高龄化的社会长辈的关怀与照顾谁都不能置身事外 在今天台湾电力公司宜兰区营业处的人资客人员 来到淡水一位退休超过40年的长辈 料业阿嬷的家中进行访试 阿嬷直说这一辈子都被台电所照顾 到了老还有关怀送到家 年轻时一切为公司的服务都值得了 台湾电力公司宜兰区营业处 针对早期退休的同仁定期进行家庭访试与关怀 今天宜兰区营业处人资客人员 来到淡水区退休超过40年的长辈 料业阿嬷家中进行访试 台电公司期待透过定期的关怀 要让长辈们感受到备受重视 也要向早期就为台湾电力服务 打下深厚基础的人员 至上最深的协议 对退休人员都会有定期的去关怀照顾 有时候去看看 像我们今天就跑了两个地方 去看那个以前退休 虽然是他已经退休那么久了 但是我们主管还是会关怀 关怀这个退休的员工 看他们生活上的怎么样 那他们已经离开宜兰了 你们还是会去台湾各地跑吗 我们会去看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我们还是跑 都会去的 廖夜阿嬷趁着台电公司同仁 难得来访拿出连子孙们 都没见过泛黄的退休申请书 以及保存相当好的退休证 还有一枚退休获得的台电勋章 回忆过去台电公司 对于员工及其子女的照顾 廖夜阿嬷也是满满的感谢 六十六年 上月十五退休的 现在大地有我们这个 这个第三个小孩吃了 今天公司要跟你关心 有欢喜吗 有很欢喜 怎样说怎样欢喜 欢喜感谢 应该公司的那种 今年高龄九十一岁的廖夜阿嬷在民国六十六年退休之后 就定居新北市的淡水 过了四十多年 虽然与台电宜兰区营业处人资人员常有电话的联系 却没想过会有见面的一天 因此脸上满是喜悦之情 只说这辈子都深受台电公司的照顾 到了老还有送到家的光滑与温暖 年轻时候的努力打拼 一切都值得了 记者大平坦淡水采访报道